Hello,大家好,我是INCH INTO DESIGN的設計師Seno 我是設計師Selvia 今次我們來到2020年新的居屋單位 位於火炭的旭和園 這個單位大概380呎 我們就帶大家看看我們做了什麼間隔的改動 以及做了什麼設計風格 Let's go 單位的原則是一個一房的居屋單位 我們就為了一個廳可以闊落一點 所以我和戶主夾了之後 我們將身後的一間睡房打造成兩間睡房 這個睡房我們可以放到四呎床 雖然儲物量少了 但是我們將儲物空間歸納到地台下方 做一個房間的儲物 今次單位一次的風格 我們玩了一個簡約的效果 小仔喜歡白色為主 但是我們想在這個空間裡帶多一些溫度的元素 避免了空間太過冷冰冰的感覺 所以今次我們就以白色和木色做主題 這個廳裡面 我們的梳化場後方就玩了一個灰色的特色牆 我們的特色牆就不將油漆油到上頂 我們就追平了一個大門的門線 做一個油漆的分析 並且令這個空間更具設計感 除此之外 我們廳也是補充一個儲物空間的主要位置 所以我們門背的身後位置 就打造了一組白色的儲物櫃 這個儲物櫃裡面 亦都中間做了一個開放式的位置 做一個點綴 這個點綴的位置 我們都做了一個雲石面在上方 讓這個空間更加優雅少少了 那麼我們去到電視機這個位置 電視機長身就有兩道隱藏門 隱藏門推進去之後 就是兩間睡房 我們用了木皮去做修飾 旁邊就是電視機 和一個特色的Panel位置 上面我們還放了一支迫燈 做一個光線的補充 和一個點綴 而我們這個客廳裡面 其中一個特色的位置 就是這個地台 這個地台我們做了兩級 移生埋入房間裡面 變相就可以令這個空間 更具一個儲物的效果 除此之外 亦都可以多了一個平台 可以等護主在這個地台上方 可以放下一些呼唇 坐墊 可以招呼朋友 或者是做瑜伽 那麼來到浴室的位置 其實這個空間 跟客廳的話 會有少許區鳴的分別 因為這邊我們就用了一個水泥紋的磚 再拼下一個木紋的直鋪的方法 所以在這個空間 我們就可以分隔開裡面的浴室 和外面的洗手盤的位置 而且在貴身方面 我們都會保留純白色為主 但是我們在幫客人選擇這個洗手盤的時候 都會特意建議做一些人造石的盤 因為人造石的盤 比起一般的陶瓷盤 其實他們的設計 或者是顏色方便會比較多選擇 而且形狀也會比較美觀一點 所以在這些位置上 我們都會幫客人挑選 穿過大門這個位置 其實後面就是我們廚房的位置 變成這個位置 我們貫設大廳的設計方格 都是走一個簡約方的 所以中間的雲石磚 和我們配襯一個貴身 都是比較淡雅的位置 但是為了特顯這個黑白色的配襯 我們其實在中間位置 都放了不少的不手鋼邊去做點絕 令到這個設計相對不會太簡約 剛剛直到大家參加完這個單位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單位的設計風格 這個單位大概310呎左右 預算大概花了4-6萬左右 分別就用在電工 水電 油漆方面 鋪地板 主要的訂造傢俱項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會定期上升的 我們下條影片見 Bye Bye